各位旗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张许九段的一盘经典对局 这盘棋是2003年4月29日 在日本进行的第二届CSK杯 亚洲四强赛第三轮的较量 由张许之黑对阵韩国李长浩 接下来我们进入棋局 张许之黑下出了自己拿手的迷你中国流布局 下一首棋黑棋上方拆 接下来白棋分头是迷你中国流当中 最为常见的一个下法 李长浩也非常擅长这一开局 而下一首棋张许下出了自己对这个布局的研究 在此局面下 此前下的最多的黑棋是从星位去手脚 大飞或小飞都有 接下来白棋拆 黑棋有单飞点了之后再飞 等等的通过进攻扩张上方的手段 而本局当中张许却选择了从上方去刑棋 再次逼住是张许非常喜欢的一个下法 当然这一代也有尖冲 碰等等的招法 我们继续来欣赏 黑棋拆 白棋拆三挂脚 下一首棋 黑棋打入 白棋跳棋都是常见定式 而接下来黑棋再次选择了小飞手脚 这首棋对于局部白棋定式的选择是有影响 如果黑棋选择四线一肩跳手脚 那么白棋此时就可以肩在此处 黑棋跳下时白棋后时压住 由于这一代下方黑棋漏风 接下来如果黑棋补一手 白棋则可以快速的回到右上挂脚 这样是白棋可以满意的一个布局 而实战当中黑棋选择了小飞手脚 那么白棋如果再肩 黑棋跳下 现在白棋再压 黑棋下方已经不需要再补齐 如此黑棋从容的守住右上 这个结果白棋速度慢了一旁 当然不慢 所以实战当中 李昌昊选择了现在脚步飞的下方 期待黑棋再次肩住 然后白棋再肩 黑棋自然不肯让白棋如意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选择了肩出反击 这是局部最为常见的定型之一 接下来白棋肩三三先手 黑棋拆二 而下一手棋 白棋并没有直接出动这颗子 此时白棋长出 黑棋跳 白棋再长 黑棋不断是棋形 接下来白棋靠 黑棋张徐准备了搬的下方 如果白棋搬 黑棋单退 接下来白棋飞出头的时候 黑棋再后时的封锁住 右下的白棋 这个结果 黑棋右上得到了加强 实际非常饱满 这个图呢 白棋并不满意 所以实战当中 李长浩并没有直接 动出这颗子 而是先在 右上二肩高挂 期待在这一代做准备 试探黑棋的硬爽 再来决定 是否出动这颗子 而接下来 黑棋的这手肩 也是局部的好手 一来这手棋 随时警惕 这两颗白子取得联系 同时和飞在这相比 也消除掉了白棋 靠在三三破控的手段 那么这个时候 黑棋如果 肩在脚步 贪恋脚上实地 被白棋先手再次飞 接下来这个白棋的出动 就比较严厉了 如果黑棋还是跳 白棋长 黑棋再跳 白棋依靠 显然这一代白棋将黑棋整体压低 局部取得联络 这个结果 黑棋不满 你搬呢 我就搬 这样黑棋不行 所以实战当中 黑棋 肩在此处 而白棋 先在脚上 点了一下 黑棋挡住的时候 下一手棋 李昌浩 清零的 震在了此处 而善战的张许 此时则下出了 令人惊讶的一手棋 他并没有在此直接靠出与白棋战斗 主要原因 他在明知戏演当中讲到 担心 由于对手是李昌浩 所以这一代作战 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实战当中 他选择了忍耐 直接在上方跳 这一手棋 当然是非常的厚实 但是同样 也意味着 比较缓 而接下来 李昌浩抓住这个时机 马上出动了这颗子 黑棋跳 白棋在场 现在如果黑棋死被定势 暂时跳的话 那么白棋靠完之后一搬 我们看到这个局部呢 整体右上的黑棋已经被封锁 而白棋这些子力的配置极佳 这个结果 整个上方 迷你中国留意弹 已经被全部限制住 黑棋难以满意 所以实战当中 张许开始反击 下一手棋 黑棋跳出 接下来白棋在此冲断反击 以下是一本道 黑棋打吃 白棋长 黑棋粘住 白棋则清零的在中央一飞 吃住了这颗黑子 现在黑棋不能逃出 否则白棋强行扳住 黑棋再断时 白棋一逃 上方的打吃 和这一代封锁 吃住右边的五颗黑子剑盒 这个结果 黑棋崩溃 所以刑期至此 张许认为 自己的布局并不成功 白棋在这代的下法 还是取得了战果 接下来 黑棋靠出反击 这也是当初 张许忍耐的时候 预定的手段 原本张许以为 以李昌浩的风格 此时极有可能在此逃出 躲开这个战斗 黑棋长 白棋在肩 这样 白棋也是充分可战 而黑棋这一代的效率 并不是很高 但是没有想到实战当中 李昌浩或许被黑棋的这手铐 激起了斗志 下一手棋 白棋直接搬了上去 黑棋当然要断 接下来 白棋开始坐活 上方这块棋 黑棋搬住 白棋打吃 黑棋长 接下来 白棋在上方挡住 扩大眼位 开始坐眼火棋 而下一手棋 黑棋则后视的拐头 白棋护住 黑棋搬 接下来 白棋回到上方挡 开始坐眼火棋 黑棋打吃 白棋二楼班 也是常用的 扩大眼位手段 同时 张徐此时也意识到 之所以 李昌浩在这个地方 选择分而置之的一个策略 很明显是认为 外围的这颗白子 并没有死掉 一旦以后这颗白子出动 那么 这一代 黑棋有断 而上方这块棋的棋型 也有弱点 白棋这代的尖 等等都是先手 所以接下来 他也针锋相对的 将计就计 设计了一个套路 下一手棋 黑棋先打吃 白棋粘住 然后 黑棋提吃 一般情况下 黑棋的这首棋 并不着急 以后可以当作劫财去用 因为白棋也不可能去 急于粘 收这个关子 但是现在 张徐 却马上把他走掉 这首棋是决先 现在白棋 不能走别的 否则这一代 一旦被 黑棋夹住 白棋立下 黑棋长 白棋再粘 黑棋一断 这块白棋就死掉 因为接下来 白棋收器 吃黑棋的时候 黑棋打吃牵手 一般呢 就拒杀了白棋 那么白棋 下一手 补活的时候 之所以 黑棋要在这一代 急于把这个花 提掉 让白棋活棋 就是因为 张徐做好了 棋子准备 一旦以后 外围发生战斗 黑棋可以针对 白棋的走法 随时选择 弃掉这两颗子 或者是这三颗子 由于白棋 已经彻底活棋 这三颗子 和这两颗子的价值 已经降低了 下一手棋 黑棋 后时的管住 威胁 逃出这颗子 而白棋则 肩在中央 补棋 接下来 黑棋抢占 左下挂脚的大场 白棋一肩低加 此时如果黑棋 点脚 那么白棋 简明挡住 就可以 这样的一个结果 整体 下方的 黑棋 处于低位 白棋以后压 还是先手 而白棋 外围的潜力 却非常广阔 那么这个结果 黑棋 是不满意的 因此实战当中 张徐九段 再次选择了 针锋相对的 反加的一手 限制 白棋 中央潜力 而白棋 则压住 接下来 黑棋 直接点三三 也是苦心的一手 这个时候 如果黑棋 先再次搬做交换 白棋自然断 黑棋再靠 白棋吃 下一手 黑棋 长进三三的时候 白棋 后时的 长出 如此一来 我们看到 这两个硬头 对于中央一代 白棋以后的扩张 威力巨大 同时下方一代 依然有打入的手段 这个结果 黑棋 也还是不满意 所以实战 黑棋保留了这个班 直接点脚 而白棋 也针锋相对的 在下方挡了下来 以下也是常见的一个定势 白棋顶住 防止黑棋在此 搬出的反击手段 而黑棋下一手棋 也很体现 张徐九段的功力 此时看起来脚上已经活棋 黑棋实际上很想 在这代补一手 吃住这颗子 加货自身的同时 限制住白棋 中央的扩张 但是 张徐担心的是 以后白棋在 左下一代 肩是先手 对下方威胁巨大 或者力也是先手 甚至于 白棋还有可能直接搬 黑棋立下的时候 白棋挡还是先手 这一代连续的先手 使得黑棋很不爽 所以实战当中 张徐九段选择了一个 后中仙的下法 此时 他立了下去 立完之后 一来脚步的棋型非常饱满 二来这一代 一代以后跳过 下方一代 黑棋的实地 也大幅增加 李长浩自然不会再硬 下一手棋 白棋针锋相对的 尝出了这颗子 这是当初 白棋在上方做活时 已经预定好的手段 而黑棋 也按照自己预定的策略 继续行棋 下一手 黑棋丝毫不顾忌 白棋中央的潜力 再度 掏走了白棋的一个脚 白棋搬 黑棋搬 白棋打 黑棋粘住 李长浩继续在外围行棋 因为我们看到中央这一代 白棋的模样 已经逐渐成型 接下来白棋压先手 黑棋退 然后 白棋再次 后视的一见 封锁住黑棋的同时 随时威胁 吃住这两颗黑子 当然至于这一代的段 黑棋早有准备 这个段呢 意义并不大 黑棋 简明的打吃 棋子就可以 这个结果 右边一代的白棋反而变薄 所以这个图 白棋没有选择 实战当中 白棋尖了之后 黑棋 自然也不会再沾 这个我们之前介绍过 之所以黑棋要打拔 让白棋活棋 就是为了降低这两颗子的价值 做好棋子准备 下一手棋 黑棋在下方 跳了起来 限制白棋中央 在这个局部 实际上黑棋很想再次点一下 如果能够点到再尖回 那么对中央的破坏 显然要更大 但是 张徐九段又有自己的担心 他担心李超浩再次直接靠 这样 黑棋如果断 白棋飞出 这一代的作战 黑棋非常勉强 下方一代 黑棋还有薄位 所以实战当中 他更为谨慎的 选择了跳的下方 而白棋的靠 也是局部的棋型 黑棋单退也是好手 这个时候黑棋注意不要搬 搬被白棋一退 黑棋反而要回来补断 中央反而慢了一块 所以 黑棋单长是正确下方 白棋 并在此处 也是七星极所 此时 黑棋再次飞 或者补助这一代的段 开始消 白棋中央的潜力 当然是一种方案 但是 实战当中 张徐恰恰认为 这两个点是建核的 因此 他继续 捞实地 下一手 黑棋贯彻自己 此前立的这手棋的策略 在下方一飞 这样一来 我们看到下方 黑棋的目数 急剧的增加 而白棋现在当然也要去扩张中央 那么白棋现在如果 肩在此处的话 黑棋就回到此处飞 这个是天王山 巨大的一点 这样一来 中央一代 白棋并不好成功 因此实战当中 李长浩选择了更符合他风格的一手棋 下一步棋 白棋在下方围 这手棋一石二鸟 一来是封住这一代 黑棋破空的一个路径 同时威胁要在下方打入黑棋 如果黑棋在下方补一手 将下方成空 那么白棋再回到此处见 一旦中央全部围住 黑棋全局难以与白棋这块空抗衡 所以下一手棋 黑棋在此跳 补出段的同时 继续来削白棋的阵势 而白棋在中央又围了一手 张徐也毫不退让 下一手棋压了一下之后 回到此处飞 继续要求李长浩表态 你是跟我继续围 还是对着破 此时看起来白棋有在此靠的封锁手段 如果黑棋冲 白棋断 接下来黑棋如果吃 那么白棋先手打吃 一旦这个大空合龙 白棋将一举确立胜势 但是这个图是白棋一厢情愿的 因为在白棋断的时候 黑棋不会去吃这颗死 而是会顶在此处 这样一来看起来白棋可以将黑棋切断 但是黑棋先说 此处有一只野 对于鲸鱼死活的张徐来讲 在白棋空中做一只野 并非难事 而李长浩自然也不肯将黑棋这块棋 赶到自己空里去杀 所以实战当中 刑棋谨慎的李长浩 再次没有看到唯空的梁册 他实战选择了 先在下方冲 黑棋挡住的时候 白棋直接打入了进来 这时候打入当然也是暗藏杀机 但此时张徐已经顾不了这么多 下方被迫 黑棋必须要有针对性的取得补偿 下一手 黑棋跳了进去 这手棋也是极大的一手 同时以后 在这一代跳式先手 白棋在吃时 黑棋可以回到脚上断吃这颗子 同时抢走白棋的根据地 这样 黑棋就找到了破空的一个头绪 而李长浩 接下来也发挥了自己后发制人的一个风格 下一手棋 白棋先补棋 破坏掉黑棋这一代的先手 同时本身也是目处极大的一手 而有了这颗子的帮助 张徐接下来释放了胜负神 此时局面依旧是非常胶着 但这种胶着的棋局 正是李长浩比较擅长的 如果平稳地进入关子 张徐并没有把握 能够在关子阶段抵挡住李长浩的神功 所以下一手棋 黑棋直接碰了上去 要求打破实力的均衡 与白棋决一次斩 白棋搬出 黑棋长 接下来立也是局部长行 黑棋拐先手 白棋长 然后黑棋拆一的时候 白棋继续厚死地在中央飞出 李长浩也极其擅长这种运转 将自己的后卫并非直接为中控 而是将其转化为实力 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一剑 这块棋局部已经活棋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如果白棋挡在此处阻度 黑棋的尖是先手 下一手黑棋一般 可以将左下的白棋分段 白棋不棋 黑棋只需要冷静的作业就活了 因为点这个没有用 挡住这一代回不去 那么如果你点在这 黑棋的冲是先手 白棋挡黑棋一冲 这个也是活棋 所以有了这手棋之后 黑棋的死活暂时没有问题 然而李长浩接下来也没有去挡 因为李长浩认为 这个地方我随时都能挡得到 但是恰恰是这种认为 随时可以走到的棋 往往后边就走不到 我们继续来看 下一手棋 白棋在下方冲 这是此前白棋打入的 一个暗藏的后续手段 黑棋挡住 白棋在断 黑棋沾 白棋尖 是与这个断相关联的好手 现在白棋如果直接逃出这颗子 那么黑棋一跳 这个结果呢 白棋的作战不利 而李长浩的这个尖 同样是他的一个风格 依旧出了一道选择题 下一手棋左边 要尝出这颗子 如果黑棋去吃这颗子 那么白棋这一壶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李长浩将自己中央的后卫 巧妙的转化成了实力 当黑棋再退的时候 这一代我们看 整个黑棋这条龙 实际上是没有活的 那么白棋可以在这一代 连续的去搜刮黑棋 一旦最后黑棋被刮成两只眼 这个损失是极大的 下方一代整个全部被破光了 所以实战当中 张许顽强的再次尝出 而白棋则尝出了这颗子 本局最为惨烈的一次战斗 在双方的互相试探中 终于彻底的爆发了 下一手棋 黑棋选择了再次靠 这是李长浩忽略的一手棋 这手棋靠完之后 李长浩发现 这个局部已经失控了 因为现在 如果黑棋不走这手棋 直接再次穿的话 那么白棋可以再次冲 黑棋挡住 白棋从二路 爬过就可以 接下来黑棋沾 白棋后时的团住 黑棋再搬的时候 白棋可以直接在此搬 黑棋断 白棋只需要简明的打吃两下 然后挡住 这一代的对杀 刚好是白棋快一气 黑棋打白棋沾 黑棋沾住 白棋冲一下之后一沾 四气对三气 黑棋被吃 白棋自然是大获成功 然而 黑棋的这手铐 确实让李沙浩非常难受的一手棋 难受的地方在于 局部 白棋这两个搬 竟然都是不成立的 如果白棋从右侧去搬 黑棋可以直接 再次穿过来 白棋再冲 黑棋此时就不挡了 有了这颗紫接应 它可以退在此处 白棋再冲 黑棋顶住 当白棋再去走的时候 那么黑棋打吃 白棋已经难以两全 这个结果白棋崩溃 而如果白棋 现在从左边去搬 黑棋依然可以 跳在此处 白棋现在冲 黑棋就挡住 接下来再爬过的时候 那么黑棋就沾 和此前的变化图 不同的是 当白棋再团住的时候 黑棋可以在此一点 吃住这颗白子的同时 这一代 白棋一手棋 并没有办法完全分断黑棋 而下方的白棋还没有活 中央这一代还存在薄围 这个结果 白棋也不满意 所以实战当中 考虑到这两点 李长浩在这一代选择了妥协 下一手棋 堵住黑棋的冲击手段 而黑棋下一手棋 继续再次顶 李长浩现在选择了搬 黑棋挡住 局后研究 有棋手有认为 这个时候是白棋挡住的最佳时机 我们也可以借这个机会看到 为什么白棋要先挡到这一下 那么现在白棋挡 黑棋肩 白棋走 黑棋补活的时候 白棋再回到下方活棋 这样一来 脚步的黑棋 由于这个班非常严厉 还需要再补一手做活 这个结果和实战相比 目数差距极大 但是张许 在明知系列当中 并不认同这一观点 他认为现在 其实白棋已经失去了 党的这个时机 即使 现在白棋去挡 黑棋也不会再听话的 去活这块棋 而是会直接点进来 与白棋转换 这个结果 他认为 黑棋是完全可占的 因为即使白棋吃住这块棋 中央这一带 由于黑棋加厚 白棋也出现了保卫 因此他认为 此前 白棋这个党 才是最后的时机 那么现在我们继续看实战 实战当中 李长浩虎在这个地方 当然也有他自己的战略构思 他认为黑棋这一带联络 依然存在缺陷 那么如果黑棋补一手 白棋还是可以回到左边挡住 同时 对于这块黑棋的威胁 和脚步的这个威胁 将使得黑棋难以抵挡 但是 接下来 张许开始展现自己的算路 面对白棋的威胁 黑棋毫不畏惧之心 下一手棋 先在此搬 这也是细腻的好手 试探白棋的应手 如果白棋现在断 那么这样一来以后 黑棋在这一带随时出动这颗子 对右边的白棋是个威胁 也就是说 黑棋在这一带再搬 等等的行棋 将变成先手 一旦这颗子与下方联络 白棋 右边将非常威胁 而实战当中 李昌奥为了威胁 黑棋下方的联络 选择了退 那么这个地方 黑棋无疑是先便宜了 而接下来 张许下出了制胜的手段 他在此直接补棋 威胁白棋断顶 白棋补的时候 黑棋顺势爬过 和此前白棋挡在此处相比 黑棋脚上的这手补棋 可以省略 而边上的木树 却大增了 现在黑棋已经取得了实地的领先 白棋李昌昊 只有在此冲击黑棋联络上的缺陷 然而张许开始了他的表演 下一手棋 黑棋先在上方户 这一代的白棋实在是太薄了 白棋强行的搬住 接下来黑棋再搬 这个局部的一个交换 也表明黑棋对于治理这块棋 非常有信心 否则如果这块黑棋 没有把握做活 这些交换都是损的 那么下一手棋 黑棋再次加 白棋这颗子只有两棋 接下来白棋长 黑棋再冲 由于这一代的打吃吃先手 这个挖并不成立 无奈 李昌昊选择了先在下方段 期待着这一代能够得到先手 加强这两颗子 然而面对白棋的这手段 黑棋却置之不理 下一手黑棋直接在上方打吃 白棋长 黑棋再打 白棋只好粘住 那现在我们看到之前 白棋在左下角形成的外势 现在已经变成了非常凝重的一块棋 效率极顶 接下来 黑棋后视的回到下方站 白棋由于自身存在缺陷 依然无法强行挖盾 实战 白棋在中央补棋 黑棋则回到下方 吃住这颗子 白棋打黑棋提 白棋滚包 黑棋就粘住 现在白棋同样存在两个断点 黑棋这条大龙 已经没有任何的问题 那么整个我们看下方一代 白棋忙活半天 其实一无所获 现在中央 白棋还要补一手 提是本手 但是如果下这个 原本黑棋实际就领先 现在得到先手 回到 左上断吃之后 这盘棋 白棋将再没有任何的机会 这一代随时还有冲断的搜刮手段 所以 鲸鱼关子的李长浩 此时也判断清楚这一点 下一手棋 他强行 在左上立下 然而中央 却出了问题 接下来黑棋粘住 白棋再跳 如果黑棋 强行连回这三颗子 那么白棋可以再次挤 这个结果 黑棋两个断 难以兼顾 如果黑棋继续用强 想要强行分断 下方白棋的话 那么白棋这一虎 黑棋就崩溃了 打吃 我就粘住 再打的时候 白棋可以从左侧打吃 黑棋提吃 白棋再打 以下黑棋想要逃出 只有断这个 白棋粘住就可以 黑棋再吃 白棋断 黑棋提 白棋一打 局部刚好是接不归 这个结果 白棋当然是满意的 那么另外的方案 我们看 如果走这个不行 黑棋挖一个怎么样呢 白棋可以从下方 强硬的叫吃 黑棋再打 白棋就提 接下来黑棋靠 白棋搬住 黑棋挖粘是先手 但白棋就老老实实的补齐 接下来黑棋再断 白棋粘 黑棋长的时候 白棋一断 这个局部的对杀 刚好也是白棋快一棋 各位棋又可以自行计算一下 所以这一代 李长浩的算路 也不可谓不精准 然而 他忽略了另外一个问题 接下来张许 施展了精彩的 唯唯救赵的手段 面对白棋跳 对这三颗子的威胁 黑棋并没有直接出动 而是在下方 轻巧的一冲 四两拨千斤 这手棋走完之后 白棋也只好挡住 那么接下来 黑棋在自己打的时候 李长浩终于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 打完这个之后 局部这个截 白棋打不起 因为这两颗子 乃至右边整块这个白棋 都没有活棋 可是如果白棋粘住的话 黑棋弯是先手 白棋再沾 黑棋一沾 就全部逃回去了 这样一来 右边的白棋将面临灭顶之灾 因为你现在冲我挡住 由于气劲 白棋不能断 否则就被黑棋吃住 这个结果 白棋当然不行 所以无奈 实战当中 白棋只好团在此处 又要防止黑棋逃回去 又要降低 黑棋提截的严厉程度 然而张许 还有第二套方案 此时 黑棋强行 拉回了三颗子 白棋按照预定方针再挤 现在如果黑棋 粘住的话 那么白棋 在这一袋一吃 这个局部呢 黑棋只有两棋 这个白棋有三棋 这样 黑棋损了 但是张许下得非常精妙 他先不去粘这个 而是直接 再次打吃 此时 白棋粘不住 因为现在白棋粘 黑棋打吃变成了先手 接下来再连回的时候 右边白棋这条大龙没活 下方 这条白棋的龙 联络上还有缺陷 而上方这一袋 依然留有冲断的手段 这样 白棋将面临绝境 所以无奈 李长浩实战当中 只好选择 先站住 黑棋的提 竟然还是先手 白棋走双这手棋的时候 想必心都已经在滴血了 因为黑棋接下来 竟然把这两颗子 也连了回去 白棋当然此时 不可能去吃这两颗子 让黑棋把右边的 四颗白子冲下 所以 走到这个结果 我们看 在这个局部 李长浩从下方的 这手靠开始 忙活了半天 黑棋不但连回 而且还在这一代 收获了巨大的墓数 而白棋最终的战果 竟然只有 后手吃住了这三颗子 这一战之后 黑棋的盛势 已经不可动摇 接下来 双方进入了 关子的争夺 黑棋回到上方站 白棋在下方飞 而右边的这手尖 是与下方飞 建合的大关子 接下来 白棋在飞 此时 张许的局势 盘面已经领先 十五目以上 所以接下来 虽然李长浩 用尽了手段 抢收关子 但无奈 差距实在是太大 即使 强入李长浩的 关子神功 巧妇难为 五米之吹 也追不上 184手 当白棋打吃在此处 威胁黑棋 断点的时候 张许又下出了 好手 此时 黑棋这一顶 白棋就直接投资了 因为现在我们看到 白棋如果断 黑棋可以从二路滚爆 白棋提吃这个不行 否则黑棋一沾 白棋死掉了 那么白棋如果提这个 黑棋可以再打吃 白棋再提 黑棋一打 白棋 接不归 这两颗子被吃 局部勿如大寸 所以这一代 也没有别的什么好的手段 你挡这个呢 这个棋 我依然是可以粘在此处 你提掉我就打吃 这个还是个接不归 所以看到盘面十五幕 落后的差距难以追回 李长浩索性就直接投资了 本局当中 张许在中央一带 充分展现了自己的算路 面对李长浩没有及时 先手挡住的这个 失误 抓住战机 一举确立的胜势 这是张许 年轻时的明居之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